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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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字幕提供 今天大家分享就是網友投稿的產品 而且這次投稿的網友呢 就是社群裡面的夢幻 相信應該蠻多朋友都知道這個夢幻哥 因為他非常的熱心 那這次投稿的呢 是什麼產品呢 它是一個4K的語音電視盒 那Leo是從這個PC Home 24小時購物這邊入手的 那順便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產品的特色 包含為什麼 就是網友要投稿這個產品 要給大家看一下它的包裝 那這個海爾4K的電視盒呢 它最大的特色呢 就來自於它有非常多第三方的影音串流的這些支援 再來就是呢 它是一個ATV架構 你們用的是N911的版本 那這樣的產品呢 其實呢 對於就是喜歡看第三方的串流的朋友來講 是非常實用的 再來就是如果你們家的電視呢 不管你的尺寸多大 但是呢 就少了一點這個智能系統 就像這樣ATV的架構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裝上去 你就可以讓你電視瞬間升級成智能電視 那還有其他什麼特色呢 待會試給大家看 我們先看一下它的配件有什麼吧 GO 好 盒裝配件拆出來呢 依序有專用的遙控器 電視盒主體 保證書 還有使用說明書 USB Type-C的數據線 豆腐頭 還有遙控器專用的4號電池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遙控器的部分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遙控器的部分 除了基礎操作之外呢 最大的特色就是有Google的授權 所以可以用Google的語音鍵來做一個控制 另外呢 下面也裝載了大家常用的第三方串流應用 包含你的YouTube NetFace PiMedia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電視盒的本體 給大家看一下呢 拿起來會發現它其實非常的輕巧 那這邊用一個優惠卡給大家對比一下 你會發現它其實甚至是比卡片還要來的小一點 所以它設計是真的非常迷你輕巧 算是非常好攜帶的一種機種 而且它的HDMI的設計呢 這邊的話它是有點彈性的 所以呢 也是方便能夠讓你折點去安裝在自己的電視上面 那中間設計是還有的LOGO 再來我們看一下側面的部分 你會發現它不是方方正正的 它是這種圓弧型的設計 那另外一面的話有做一個重置鍵的設計 那包含了HDMI 跟後面的這邊有一個Type-C的供電口 所以整體的設計來說是非常的簡單 那裡面所使用的CPU呢是S905Y4 搭配2G的記憶體 還有8G的儲存空間 那有支援雙頻的Wi-Fi 包含它的輸出呢是HDMI 2.1跟HDCP 2.2 那其他規格的話大家可以參考一下規格表的部分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連接到電視來看一下它的效果吧 DEMEN Rio已經完成了開機了 現在大家看到的就是 海耳4K電視盒的一個基礎的介面 也就是所謂的ANGEL TV ATV的架構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台機器的軟體面的部分 我們可以從設定裡面找到裝置偏好設定 然後關於點進來這邊可以看到 用ATV是11的版本 還有其他的相關的版本 大家可以從畫面上來做一個參考 那這台機器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資源性很強 但是硬要講缺陷的話 就是它的儲存空間的部分是偏小的 像它裡面只有8G的儲存空間 而且它只有2G的RAM 所以不太適合執行太大型的應用 但是純粹用來看影音串流的部分 我覺得是非常OK的 因為它支援性很好 它可以用Google語音助理的方式 用語音的方式來找影片 同時也支援空 case 你可以把喜歡看的影片 直接用手機投放過來 那再來解析度的部分的話 它有支援這個4K的解析 再來就是機器也支援HDR的解析 你可以透過色彩空間的部分 把8bit改成12bit 它可以直接把它切換成HDR模式 好切換過來就是強制HDR的模式 會發現畫面的話稍微偏暗一點 那同時它也支援HDMI-CEC的控制 另外它也支援遊戲的模式 那這部分大家都可以自己去做一些修改 還有其他相關的功能 這邊Leo就不特別說了 切換成HDR模式的話 除了畫面比較暗之外 其實授權的Netface應用的部分 也會強制打開HDR模式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要看一下 這個Netface應用的部分 好接下來Netface應用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看到影片上面 只要有支援4K的解析跟HDR的部分 它就直接秀出來 包含5.1聲道 或者有多比音效的話 它也會直接提示出來給你看 但是這邊還是要特別跟大家說一下 如果你的傳統電視沒有4K的解析的話 這個4K的部分是不會秀出來的 另外剛才所提到的這個色彩空間的 這個HDR模式的切換的部分 你可以從電視的方式來做一個快速的切換 基本上也是OK的 而且在控制這個Netface的部分 我們先回到首頁 除了你可以從上面的這個解析列 來做一個點選之外 你可以透過遙控器的Netface的按鈕 我們直接按壓下去 也可以切換過來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的載入速度的話 其實是非常的快速直接的 我們來試一下它的播放效果 好現在大家看到的畫面 就是Netface 4K HDR的一個播放效果 基本上它的播放是沒有問題的 那HDR的對比的部分 大家可以從畫面上參考一下 就是如果不喜歡的話 也是可以把HDR模式做一個關閉 好再回到畫面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即便我們現在做一個快轉 因為Leo現在連接是無線網路 它的快轉呢 直接載入速度的話 其實也是算快 大概就一秒鐘左右的時間 就可以馬上跳過來了 所以喜歡看高畫質影片呢 如果你的其他設備 在切換的過程中 你會覺得比較卡頓的話 那在機器的話 其實應該會非常的適合你 因為它的載入速度是 非常快速非常直接的 那當然也是不只支援Netface 4K HDR的播放 當然它也支援 現在組了AV1的一個格式 所以它非常適合用來看高畫質的影片 或者是串流的類型的影片的話 在機器上面的播放的話 都是非常OK的 這部分也是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我們再看一下下一個部分 好現在再大家看一下 DC Plus 的部分 因為它除了支援Netface授權以外 DC Plus 部分它也有授權 所以可以看到影片的最高畫質 像這個就有iMac版本 4K HDR 5.1升到等等 那這邊會特別跟大家提就是 不是所有的電視棒電視盒呢 都可以看到這個最高畫質 因為再來是取決於DC Plus 這個應用 有沒有跟這個產品做好授權 像還有的部分它是有 所以你才可以看到最高的畫質 不然如果你挑到沒有授權的話 可能最高看到最高的畫質呢 就只有HD 那個感受上來說 會差非常的多 像這個是單純只有HD 它就會只會只有HD 但是如果你是沒有授權的話 所有的影片基本上都是HD的格式 這部分是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播放效果 好現在大家看到 就是DC Plus 的一個播放效果 那畫質的話是非常犀利 但翻拍不一定看得出來 但是實際上如果你看是非常OK的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下一個播放 好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要找影片 比如說Netflix影片 你不一定要點進去 你可以透過遙控器上的 Google 語音鍵來做一個搜尋 比如說 這樣子它就會自動幫你做一個搜尋 然後它會先幫你搜尋一下 這個鬼滅之刃相關的資料 而且用語音的方式來播放 那這邊也會提示你 它在Netflix的平台上面 可以做一個播放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它的效果 好 點擊下去呢 它會直接幫你導入到Netflix的應用之外 同時直接幫你開過來 所以你就可以從這個畫面上 直接來做一個播放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 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也可以透過手機的方式 來投放我們想要觀看的YouTube影片 現在你有開的是YouTube的部分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在YouTube上面 點選這個投放的按鈕的圖案 然後選擇名稱是Dango開頭 按下去呢 它會自動幫我們開啟YouTube的應用 然後直接的播放我們 這個手機的選擇的影片 好 那包含呢 也可以在這個上面去調整它的音量大小 我們可以從這邊把它調小聲一點 好 這邊也會連動 好 那就特別跟大家強調一下 這部分呢 手機跟這個電視盒 必須在相同的Wi-Fi環境下 才可以做這樣的操作 這部分也要特別注意 好 那除了用手機的方式呢 你可以躺在床上呢 不用透過遙控器 就可以去播放YouTube影片之外呢 如果你不習慣用手機 你可以用遙控器的方式 好 比如說我們要觀看影片的話 我們一樣不一定要點進去搜尋 我們可以直接用它的 Google元件來做一個搜尋 但關鍵字的話 建立改成我要聽 它會去連動YouTube Music的部分 來做一個操作 那譬如說 我要聽眾議玩很大 好 這邊呢 它就會用YouTube Music的方式 就幫你做一個搜尋 所以說你可以用手機的方式 或遙控器的方式 來做一個這樣子的 影片的播放的操作 其實這樣非常方便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 接下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Play商店的部分 它的操作非常簡單 就是想要安裝的應用呢 點擊下去呢 直接按下安裝 它就會開始操作了 但是還是回到前面所提到的 因為它的本身儲存空間真的不大 所以其實不太建議安裝太大型的應用 包含的遊戲的部分 我都覺得不太適合安裝 就純粹做影片的播放的話 是非常OK的 好 那如果安裝第三方應用的話 可以在最下面 應用程式類別的部分 找到工具 好 那可以選擇這個應用的部分 來做一個外掛式的安裝 好 那機器的部分的話 因為它沒有太多的擴充孔的部分 基本上是沒有擴充孔啦 所以說你必須只能透過 雲端的方式來做一個安裝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下一個部分 好 再來我們看一下Pymedia的部分 它是亞馬遜的 這個影片的串流服務 你可以透過遙控器的方式 快速的去載入 好 那這邊的話 只要有付費購買亞馬遜的會議的話 也是可以觀看它裡面的一些影片支援 操作上來說的話 就跟剛才前面的應用 是一樣的概念 所以說Leo這邊就不做操作了 好 再來比較值得一提的是 它裡面有個Match的應用 這是還有官方所推出的 一樣它在遙控器上面 也有設計一個快捷鍵 好 點選進去呢 這就是它一個 官方的應用的介面 可以從上面看到一些新品的資訊 包含它的推薦的應用的部分 也可以從這邊去做一個安裝 好 下面有一些電影 或者是兒童體育 就去做一個播放 所以整體試用下來我覺得還不錯 好 但硬體的部分 跟它的儲存空間來講 就是稍微略低一點點 所以說呢 比較講究硬體規格的部分的話 可以參考更高階級的盒子 這部分也是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 測試音到尾聲 剛才所有的操作呢 都是在這個迷你輕巧的 還有電視盒上面完成操作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真的非常的小 而且之前Leo其實也有開箱過很多 像這種有授權的電視盒電視棒 大家有興趣的話 想要了解更多這類型產品的話 也可以參考一下Leo過去的影片 那CB值的部分的話 我個人認為也是偏高的 因為它的售價就只有台幣2000內 而且它的相關的規格來講 我覺得在影音播放的效果來說 其實都是非常足夠的 好 在這部分的話 一樣 不做任何推薦 大家自己去評估看看 這樣的產品是不是適合你 好 那今天介紹就告一段落了 我們下一個產品再見 掰掰 PJ字幕獲得看 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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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J